从恒大集团的问题来讲的话 它主要还是一个个别现象 它是个别企业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它对那个什么来讲的话 我们的判断它不会对行业 或者是对整个的中资企业的信誉 就是带来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觉得中资 就是说本身来讲的话 我们中资企业的信誉的关键 而它的根本在于 就是说我们中国宏观经济的 就是说稳定向好 它的持续发展 就是说持续稳定向好的发展 实际上就奠定了 就是说我们中资企业信用的基础 其实也奠定了 就是等于说我们房地产企业 就是长期稳定发展的这么一个基础 那么关于恒大的事情 那么相关的部门和地方政府 就是正在按照法制化 市场化的原则 依法依规开展风险的处置化解工作 那么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想来讲的话 就是相关的部门 在这个处置风险的过程中 会相应的去推进 至于我们到 就是说我们从金融部门来讲的话 那么主要还是 就是说按照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原则 那么按照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要求 配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共同维护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那么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